我愛翻尋味 我愛翻翻翻尋味 鏡頭帶你居服 看美食為懷親中 一開山一人都希望 開山一班人即刻到 我愛翻尋味 吃到漂亮漂亮 尋味金塊美食無雞 溫Sir,你今天帶我來到松化 這麼有設計的地方 是否帶我來看東西 首先帶你來設計師小鎮 一個酒店 就是看滑溫光山色 但最重要是介紹全師傅的食物 全師傅?他有甚麼來頭 全師傅當然是這間酒店的行業總廚 他還要是我們的一聲名廚 哇,很厲害 金筷子推薦的名廚 就是很厲害的 除了介紹全師傅之外 我們要試一些當地的特色菜式 來到松化了 當然是松化有甚麼吃甚麼 走吧 大家好,我是全家群 現在在上水精品設計酒店 是行業總廚 我做廚房做了25年 在松化這邊 主要食材一定要新鮮 因為我們在樓溪河旁 是衣山磅水 對樓溪河的河鮮 和農家菜 都要做得比較特色 做到精品絲黃菜的形式 是 草師傅 你平時在這麼漂亮的地方做事 是不是心情會特別好呢 是啊,心情特別漂亮 做事都要用心 炒菜也比較好吃 聽說你是廣州的月菜一星師傅 比如說在松化周邊大的溫泉酒店 主要是做溫泉酒店為止 哦 我聽說你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做松化菜一定要找新鮮的食材 是啊 不如我們又去找食材吧 好 草師傅 那我們需要什麼食材呢 當然是主角是荔枝 哪有荔枝 這裡可以摘 這麼多 是啊,可以摘 好啊 那我摘一點 對,摘一點 整支 這裡夠不夠嗎 夠了 夠了 我們有這麼多荔枝 可以回去做 草師傅 是 你為什麼要拿魚糧給我吃 這些不是魚糧 這是什麼 做荔枝的皮 荔枝皮? 荔枝皮是一塊塊的 你不要騙我 還沒吃過荔枝才行 我要做一種荔枝形狀的菜式 不是做荔枝皮 就是荔枝蝦球 荔枝蝦球 我們剛才摘了荔枝 看完荔枝 我才摘出來的荔枝 對,那我怎麼做 快點教我做 首先 用荔枝 拔掉荔枝頭 這是劉溪河 是 荔枝皮 拿著荔枝出來 一層荔枝 師傅已經拍好荔枝 接著應該怎樣做 要調味道 拌味 對 這個可以搓 搓勻就可以了 對,跟荔枝按摩 拌勻 拌勻之後 拌勻之後 我們就開始搓一隻隻 好像小時候搓湯圓 搓湯圓 對 上面兩個就定型 靠下面三個手指來 推上去 滑上去 這個手法不得了 好,我們已經有很多 圓圓圓的荔枝球 接著應該怎樣 放在荔枝荔枝裡面 放在荔枝裡面的一粒 像這樣 一粒 即是它是紅糙米 對 又像剛才那樣 湯圓一樣 先做均勻 好,荔枝球已經做好了 接著呢? 接著拿去炸 好,那我們拿去炸 好,大概是油溫 180度,不如油溫炸 炸到金黃色 旁邊脆就可以了 好 好 欣賢 美不美? 來到松花 就馬上做一盆荔枝材料 是吧 程師傅 這個 好像荔枝一樣的 荔枝菜式 叫什麼? 荔枝荔枝球 荔枝荔枝球 是 其實我們醬型的點心吃了很多 但是這個醬型的荔枝球 真的是第一次試 其實我們可以先試一下 來來來 這一粒就是我剛才包的 我用來做的 也是 特別大的 叫做荔枝王 來來來,荔枝王 來來來,荔枝王你們先 好難 可以嗎?我給你 我以為荔枝王是比較關上的 好重 好重 這個荔枝荔枝球 入口給我 就有別於其他外面 外面也有人做這些 但是他們用墨魚膠 就變得很濕 嗯 現在師傅用這個蝦 他自己推荔枝膠 他就很嬌彈得來 是那種很自然的東西 就不是那些墨魚丸 這樣 跟你一隻牙爭力那種 再加一點雞醬 會令那種風味 當然我喜歡吃原味的 我就成立 就吃了這個 原汁原味的荔枝荔枝球 嗯 而且真的很特別的是 這個荔枝球 它的外表就是 用了一個紅糙米 它就是綁荔枝上面的 脫脫脫脫的皮 而且它的口感非常脆 影襯到裡面的荔枝 它是非常彈牙的 所以就很有層次感 而且裡面也很有講究 包在荔枝肉裡面的 是一個芝士 哇 這個芝士真的珍惜不少 全師傅 為什麼荔枝裡面 你加入了這個芝士呢 因為其他荔枝荔枝球 做出來裡面沒有包餡 我們創新做到 放了芝士進去 撈出來有些爆漿的感覺 就是有點像我們平常吃的 芝士丸 裡面放的芝士特別香 一二二三 有什麼 你說要找新鮮食材 我打算看可不可以撈一條 撈荔枝鵌魚上來吃 可以 我等了我幫你撈 為什麼撈不上 因為在中間才有 還要下水 不如你來吧 師傅 小心 哎呀 真是很大條魚 好厲害 你撈到 對 很大條 這個是鵌魚 是呀 流溪河才有 好 我們就拿去吃 這個鵌魚很原始的就法 又原汁原味 其實就放薑和蔥就可以了 一直放進去 大約蒸了八分鐘 聽聞這條魚有故事 是的 這條魚就是師傅 帶我到流溪河的支流 找回來的 哦 找到的嗎 哈哈哈哈哈哈 被你撒穿了 這一條就是流溪的鵌魚 嗯嗯 非常之厲害 它有一個叫做 雨中貴族之稱 師傅 是嗎 是的 是的 因為牠的魚生長環境 牠在那些 沙著水裡面 哦 嗯嗯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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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首先就試到那個魚淋 因為平常我們做魚 就把魚淋刮掉 不能吃的 那麼這個魚淋呢 咬起來非常爽脆的 是可以有點像薄脆的感覺 我對這個鑽魚的感覺就是 它很鮮甜 譬如魚鱗說 魚鱗就比起那個 這個皇帝魚 和媽媽的那隻魚 它還要嫩一點 容易吃一點 肉來說 鮮甜得來不會削的 因為可能運動量較多 半夜生也有 那些肉就很鮮甜 但是真的要注意 它和鮮魚不黃多釀的刺 都是這麼多 但如果我們懂得吃的話 就在某個位置 如果我們刮一刮 吃到魚刺就沒有那麼容易咬 沒有那麼容易咬 就是慘多咬 坐我身邊這位 就是上水設計酒店 清移坊中間店的行程中廚 我們是荃師傅 荃師傅 我聽說你以前都在全國跑 是啊 幾乎都是 但是做到溫泉酒店多 哦 那就怪不得你習慣在這裏做 為什麼呢 我來到這裏 覺得這裏 山中坊 就是世上以千年之感覺 當然環境很漂亮 那我想問你 其實你入廚幾年 入廚已經25年了 哦 25年 其實當然很多 徐師跟我說 他全國走的就是 離不開就是見識 以及對各地的食材去瞭解 因為我們都會深入去每個市區入面 或者是市場 經常去找市場 吃食材 嗯 特別現在在路溪河旁 我們就注重去找那些 路溪本地的河鮮 咦 這裡有什麼河鮮 比如剛才吃的官魚 就很漂亮了 山坑螺 山坑的河蝦仔 還有山坑鰻 那些就是重化本地特色的食材 在市區又很少吃得到 好啦 師傅 那我就今天看看 你究竟為我們準備了什麼 重化的特別食材 我們現在去試菜 好的 那我們要做一個什麼菜 這個是冰鎮荔枝咕嚕肉 荔枝咕嚕肉 是不是又是菠蘿包 沒有菠蘿 那些荔枝肉 沒有荔枝那些 騙我 這次有荔枝 真的要用荔枝裡面 真的嗎 是啊 即是咕嚕肉裡面包的荔枝 是啊 好 我們看看是怎樣做 這個是五花肉 五花肉 一層層五花肉 嘩 將它切成一片片 一片片 嘩 真是可以透光的 師傅 是啊 是的 這個就是刀工 所以待會就要用它來包住荔枝肉 是的 是的 好 五花肉拌好了 我們現在是不是要開始釀荔枝 是的 你拿著這塊 好 要怎樣把它包得緊 一塊呢 就是這樣放一塊荔枝 就是一片 濾 一塊就一片 是 一塊一片 不停地包住 即是包住的 然後在這塊 就熟成這樣 但是還要嗅一下乾粉 噢 嗅 啤 使用乾粉就定型 為什麼會想到 在裡面釀荔枝呢 因為呢 傳統的咕嚕肉 剛好荔枝六、七月份是荔枝的季節 所以就用荔枝養 還有一個就是不用吃得那麼厚 如果是全部肉吃得很厚 即是荔枝的清甜 剛好就解回肉的膩 是,解膩 好了,荔枝包好了,拿去炸吧 做了兩道工序 一個是定型 第二個是想用特製的脆皮漿炸 冰鎮的荔枝咕嚕肉 冰鎮的咕嚕肉有很多地方做 我看上去這麼簡單的事情 為什麼你做呢? 你當然有些秘密 那你怎麼做呢? 在外面傳統的做法 我們在外面吃得多 所以我們創新了 把雞肉切片 然後包在裡面的 真的有荔枝包在裡面的 嘩,真的很有創意 那我們試一試吧 嘩,真的荔枝咕嚕肉 不是假的 我們傳統的咕嚕肉 它就是熱的多 但冰鎮的也會有 但是這一隻荔枝咕嚕肉 它就是裡面包了荔枝 因為平時我們吃的那些 咕嚕肉是一塊的 但是這個呢 它裡面呢 首先是有一層五花肉 然後裡面包了一個荔枝 所以你覺得荔枝的肉 非常清甜 就一點都不會漏的 嗯 這個冰鎮咕嚕肉 給我的感覺就是 師傅呢 對黑人負責 對老闆也負責 為什麼呢? 你想想一下 豬肉片 捲起荔枝 再上粉炸 是不是看起來大顆一點呢? 然後咬下去的時候呢 很鬆脆 有比一般我們吃的咕嚕肉的時候 咬下去就是肉和肉 它又清爽很多 所以這個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做法 對老闆 對觀眾 對食客 都是負責任的 你炸了多少次呢? 這個是炸了兩次 哦 第一次就是預製 第二次就是重新搶 除非炸了一次 哦 怪不得不好吃 這就叫做功夫 荔枝菌拌雞呢 首先將雞煙20小時 然後呢 就用200度的油溫 炸到雞皮脆 之後呢 就用回我們的荔枝菌 蒸荔枝菌 那些皮呢 就片下來 接著放盤裝盤 拆肉 拌勻荔枝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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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裝盤就可以了 Ecu 獰 屜 舌 restrictions 其用來做 什麼名堂呢? 這一群拌勾雞 如何高 설명 我們下來了 要試 roast 燒飯 吃吃 Advisors 先拌勻 一拌勻 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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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荔枝菌拌鸡也是非常特别 因为现在是吃荔枝菌的一个位置 荔枝菌也是被称为岭南粉黄 它有不同的造型 这种属于比较半开的造型 就是最鲜甜的位置 它说半开 我说一个宝宝对出来的 这个是刚刚开的 拌开是最鲜甜最香的 当然开了的也不是很差的 因为荔枝菌的香味很浓郁 在我们来说 我会选择这个吃的 我们的恩怨就选拌半开吃的 但现在由于荔枝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统统试试一次 给大家看看 未开的 拌开的 全开的 这个荔枝菌老鸡 其实荔枝菌是在一个月左右 卖完就没有了 就算你什么急冻 肝 都不是一样的 吃法味道以后 所以不时不吃 而且它这个鸡 它亦采用了一个果圆鸡 它是通山跑 非常足够的 而且它真的很嫩 两食 两食 先说这个义食 这个义食很特别 它的造型有点像片皮鸡 里面有个皮包着青瓜 是啊 全师傅 我们做金拜祝很多师傅都想到鱼吃 我们上次还用薯片 那你下次包这个 威化的里面是包青瓜 还有鱼猪酱 还有鱼猪酱 为什么我不吃着就问一下全师傅呢 因为我觉得它的感觉像 真的像烧鱼猪 我都问他你包什么 所以就是鱼猪酱 还有青瓜 加个鱼猪酱 加个扁皮鸡 真的有一种风味 我觉得这个风味会更加比 如果你嫌猪是漏的话 这个两食就好了 又有这个拌起的 荔枝菌鸡 又有一个鱼猪酱的扁皮鸡 哇 这个鱼两食 我觉得就完美 是 今天很开心 来到松化的上水酒店 找到全师傅 今天那几道菜都非常精彩的 譬如第一道菜的这个象生菜 黎芝蝦球 非常脆得来 而且很像的黎芝 第二道菜就是鲸鱼 鲸鱼其实在外面我们真的好受得到 可能它自己都 重化自己都未够消化 这个鲸鱼给我的感觉就是 胜于这个 側鱼的鲜 很吃过这个亡不了的鱼鱼 这个鱼给我真的觉得 是120分的 第三道菜就是冰镇咕噜肉 这个咕噜肉本来就是很普通的 我第一次看到那张菜单来说 我觉得有多说 诶 师傅 这么寒暴 我给你发现原来是 用猪肉片卷了那个的黎芝 再炸这个咕噜肉之后 还要两次火候 我觉得这个咕噜肉就是用心了 第四道菜 我觉得今天的精彩之处 精妙之处就是这个 鸡梁 它呢 就做了一个荔枝菌的拌起 鲜 脆 在一身 最特别的是 它将那个片皮鸡 做鱼猪做法 令到我的三观又刷新了 原来 原来片皮猪 不是一定用猪的 可以用鸡的 今天这么快才推荐 实至名归 突然这么开心 要在这里特别名借 松化上水精品设计酒店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还有 谢谢全师傅 煮了这么好的菜 给我们吃 那我们今期节目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